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凉花的工人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离开了 桑家的别墅在市郊 那里见出没有车 走去市里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眼泪早就干了 桑鱼背着包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 左半边脸火辣辣的 让他觉得另半边没被打的脸都跟着在痛 虽然父亲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可偏就有一句狠狠地刺中他的心 他突然感到害怕 因为是他倒追沈贤飞的 可以说是死缠烂打 如果不是这样 阿飞根本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男人最瞧不起的 就是女人此偏赖人的道题 这一句话就像是魔咒一样 从刚才一直到现在 始终都盘旋在他耳边挥之不去 确定交往的那天 阿飞曾问他 是不是喜欢倒追男生 后来还说 他像道馆那些逼他的人一样很烦 不经意间 他已经流漏了那样的情绪 阿飞在心中 也许是有些瞧不起他的吧 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快要走出那一片别墅区 桑鱼终于看到一辆出租车从眼前快速地开过 他直觉就招手拦了下来 在拉开车门的那一煞 突然响起他根本没钱打车 信用卡折了 钱也扔了 现在的他是身无分纹 对不起 我忘了带钱 他值得将车门关上 神经病啊 没钱拦什么车 那司机骂了一句 迅速开走 没钱就不可以拦车 这什么心理 他愤恨地捡起一块石头 往那辆车的方向砸去 寂静的夜幕下 只听到石子滚落的声音 心中说不出的烦躁 他走累了 索性坐在路旁的石阶上 直觉就是找烟 才发现自从和阿飞在一起后 他已经很久都没有抽烟了 除了与赃子敖在道馆 偶尔还会抽上一两只 打车的钱都没 更别说买包烟了 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没了那些永远刷不完的信用卡 他什么都不是 因为有钱 他能够过着富裕的生活 能够学习跆拳道 能够用钱去砸那些他讨厌的贱女人 能够对人说话粗声粗气 能够做很多他想做的事 如果不是因为有钱 他根本不可能和阿飞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根本不可能成为阿飞的女友 就像阿飞曾经说的那样 他根本就是个废人 离了父母的他 其实就是个废人 成就他的 说来说去 就是钱 他从小就是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 如果没有遇见阿飞 根本不知道柴米油盐是个什么概念 虽然他拒收阿飞的房租 但是阿飞坚持要承担每个月的水电费 物业费 以及所有日常生活的开支 如果说到包养 他反倒觉得自己是被包养了才对 当他看到那些单据的时候 才明白 原来这世界上为了房租 水电费 物业费 以及日常生活开支的人 是这样的不易 如果不是阿飞 他根本不知道 凭自己的能力而赚到钱的那种快乐 他之所以敢理直气壮地将那些卡和现金扔在父亲的面前 就是因为他还仗着有一份兼职 如果没有那份兼职 若是从今往后像现在这样 他连打车的钱都付不起 就会像社会上生活在底层的那些人一样 甚至比他们更糟 在他最茫然的时候 是阿飞给了他新的生活目标 新的生活动力 阿飞与那些人不一样 父亲的话不会影响到他 还有一年 他就毕业了 他会和阿飞生活一辈子 就算是没了那些花不完的信用卡 他和阿飞也可以用自己的手给挣回来 现在的桑鱼不是以前的那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 他站起身对着通往自家别墅的车道 大喊着 从今天开始 我桑鱼只会花自己挣的钱 过于激动 他扯痛了被打肿的半边脸 捂着脸 他才想到这么晚了 他得找个地方休息 不能回两人的小窝 他不能让阿飞看到他的脸 回学校根本来不及 现在他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 只有在这附近上大学的 朱仙仙的学校S大 不想父母打他手机 他跑出家门就关了机 开了机 他正要给朱仙仙打电话 来了两条短信 打开一看 都是阿飞发给他的 他激动的竹条打开 19点45分 你居然把香烟撕藏在抱枕里 糟了 他怎么会好端端的 跑到房里检查抱枕的 那包香烟应该是很早之前放的 他都忘了那包烟的存在 20点15分 还以为香烟味道会不错 原来这么糟 他居然抽烟 他吃惊 看到手机的时间刚好是20点30分 也就是一刻钟前 他急忙拨了过去 可是听到的却是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也许他已经睡了 桑鱼这样想着 桑鱼给朱仙仙打了电话 问了S大的具体地址 让朱仙仙想办法 到S大校门口接他 他发挥了超长的运动精神 只走了半个小时 就走到了S大 当朱仙仙看到他肿得老高的半边脸 吓了一大跳 但也没好意思问他是怎么了 两人到了朱仙仙的宿舍 朱仙仙特地到学校超市 买了一瓶冻成冰块的矿泉水 让他就着毛巾一起敷脸 朱仙仙有个摄友 家里有事回家了 所以床位空了出来 朱仙仙让他睡自己的床 自己睡摄友的 这一夜 桑鱼没有睡好 辗转反侧 脑子想着明天回到学校 得避免和阿飞见面 要是让他看到自己的脸 肿得跟猪头一样 一定会多想的 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起床了 从镜中看到仍是肿着的脸 咬了咬唇 将扎成马尾的长发放了下来 多多少少也遮掩了一些 和朱仙仙告别的时候 给了朱仙仙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感动地说了一声谢谢 虽然只是收留他住了一夜 只是请他吃了一顿早餐 只是塞给他十块钱公交车费 那个高中三年 一直备受他压迫的朱仙仙 却在他最窘迫的时候 给了他最大的帮助 这份情他永远不会忘 朱仙仙望着桑鱼 渐渐消失的背影 心中感慨万分 其实平凡的生活 才是最好的 回到学校 他一直低垂着头 让长发盖住自己的脸 总算是一路安稳地 回到了宿舍 思思 莎莎和初初看到 只隔了一个周末两天 桑鱼就变成这样 都沉默了 谁也没有去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 桑鱼托他们 向导师请了假 一直待在宿舍里 哪也不去 就连饭菜 也是让他们 带回宿舍里吃 曾子敖等了两天 都没有等到 桑鱼去道馆 给他打了电话 他说了 这两天不舒服 只想好好地睡一睡 曾子敖说要来看他 被他拒绝了 还不让思思他们说 他的脸没法见人 因为沈先飞不住学校 他在学校的时间 也就是他来上课的时间 桑鱼和他 几乎在学校 是不怎么见面的 只要他不去那边 沈先飞就不会知道 他被打的事情 晚上的时候 他往小屋打了电话 依旧还是那种调笑的声音 叫他不要太想他 他问他 为什么偷偷地抽烟 他却不答 最后被问得不耐烦 他很凶地说了一句 保证书上追加一条 严谨刺藏香烟 靠 什么语调 听起来 好像他是走私饭一样 自从恋爱之后 桑鱼发觉自己变了很多 越来越肉麻了 在挂电话的时候 居然对沈先飞说 阿飞 我要一辈子都和你在一起 说完 就立即挂了电话 一个人在那里 傻笑了很久 大约过了几秒钟 手机来了条短信 他打开一看 是沈先飞的 周末早点回来 我烧饭给你吃 何其简单的一句话 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 浓浓爱恋 让他的热泪 脆不及防地涌了出来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享入飞飞 作者 花清晨 播讲 雅瑜 清风 这一周 丧鱼过得十分痛苦 每天 他都会旁敲侧击地 问沈先飞这几天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他担心父亲 会有所行动 每当听到 他说没事的时候 他会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除了这样 母亲和吴妈 天天去学校找他 他总是避而不见 并让同学带话 如果他们再到学校找他 他就不上学了 吓得赵卓青和吴妈 只能给他不停地打电话 这样 他的手机 大多都是被迫关机 起初他将宿舍的电话线给拔了 但又妨碍了其他三人 若不拔了电话线 宿舍的电话 会一个接一个地响个不停 桑鱼看得出来 宿舍里其他三人 嘴上不说 心里却很郁闷 在准备去道馆的路上 他给母亲打了电话 赵卓青一听 这女儿的声音 激动的就哭了出来 小鱼 你终于肯和妈妈说话了 妈 你别这样好不好 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桑鱼皱了皱眉 你爸说 你已经五天没有刷过卡了 你身上还有钱没 妈给你送去 赵卓青急道 不要 那天晚上我说得很清楚 从今以后我不会用她的钱 桑鱼听到立即断了母亲的话 妈 我现在活得很好 你们都把阿飞想得太不堪了 你知道吗 我早就是正道的跆拳道老师了 从去年夏天就是了 和阿飞在一起 我们又不是光谈恋爱 是阿飞教我 不能一辈子依赖父母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凭自己的能力赚钱 妈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啊 别整天在麻将桌上堵了 让你堵了这么多年 输了那么多钱 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受不了的 你啊 该存钱的记得存钱 就算是离婚了 你还多个保障 那一头赵卓卿沉默了 妈 没事 赵卓卿吸了吸鼻子 眼泪却怎么也忍不住地往下掉 笑语 你长大了 变得越来越懂事了 也学会自理了 妈很高兴 但你听妈说句 不管是骗你爸也好 还是怎么样 你先和那个男孩子断了 以后等毕业了 他又成就了再说 不要 丧鱼直接回绝了母亲 妈不会害你的 好了 我要去张道上课了 有时间我回去看你 妈 你保住身体 别再打麻将了 也别和他吵了 多存点钱 挂了 桑鱼不想和母亲讨论这种伤感情的话题 赵卓卿对着电话哭了很久 他心里明白 如果不是桑鱼 他和桑震阳的关系早就维持不下去了 不是他要打麻将 是他不打麻将还可以做什么 桑鱼这孩子是个倔脾气 桑震阳也是一头牛 父女两人傲起来 任谁都劝不住 他就算是不为自己下辈子着想 也要为女儿考虑 就算桑震阳坚持要离婚 他也不会让桑氏落入别人的手里 桑氏只能是他女儿的 那个男孩无论如何都一定要离开他的女儿 本来桑鱼一周只要交两个晚上 自从和桑震阳大吵了一架之后 考虑到以后都要靠自己 他就提出让馆长把课时从两碗调成了四碗 馆长乐得嘴都合不拢 前几天因为脸还有些肿 他一直到了今天周五才过来教课 交往了学生桑鱼冲了个梁准备走人 这时曾子敖却拉着他说 喂 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你这几天都死哪儿去了 哎 别提了 一想到这几天的事他就郁闷 果然拒绝金钱也是需要足够勇气的 你今晚不用和你家笨鸟约会吧 曾子敖甩了甩半湿的头发 然后也开始收拾东西 哦 马上回宿舍 挑了挑眉 曾子敖一把揽住他 既然没事 那就陪我去吃点东西 走 想想这周过得可真难受 桑鱼点了点头 随便找了家小饭馆 点了几道菜 还叫了几瓶啤酒 两人就开始边吃边聊 聊了一些有关跆拳道口级的事 曾子敖突然打趣道 你这周究竟怎么回事 搞得像格斯拉一样神秘 没什么 只不过是从有钱人变成了没钱人而已 桑鱼皱了皱眉 灌下一杯酒 你不是吧 听你说这话 就好像格斯拉突然出现了一样 什么格斯拉 我看你才像怪兽 曾子敖笑了笑 突然想到一件事便问 喂 你这周不会再准备出国的事吧 抬了抬眉 桑鱼一脸莫名地看着他 神经啊 我好端端的跑出国干嘛 你不打算留学 我还以为你会追着他去英国呢 这样也好 他走了 我就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曾子敖举起杯就要敬桑鱼一杯酒 这句话让桑鱼猛然一震 沈先飞要去英国留学 他放下酒杯一脸认真地看着曾子敖 你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次 曾嫂被桑鱼的表情吓住了 紧张道 我说你不去英国 这样很好 我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讲到一半他觉得情形不对 该不会他不知道笨鸟要出国的事吧 他惊讶地问出口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还不知道你家笨娘 要去英国中央上马丁深造的事 我的确不知道 桑鱼面无表情 一字一句地说 沈先飞要出国 而他竟然不知 这件事就像是一颗炸弹突然在他心间炸开了 心中那根紧绷了数日的弦 枪的断了 桑鱼 什么时候的事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 我问你 什么时候的事 你不要东扯西扯的 沉默了许久 曾凿开口说 昨天的事 听说之前 黄庭学校提出出资 我陪他去英国中央上马丁留学 这件事已经在学校传开了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这几天究竟在干什么 黄庭出资 真的是黄庭出资 还是他爸的手段 难怪昨天晚上 思思 莎莎和初初三个人 笑咪咪的对他说去了英国 可不要忘了他们 他当时还当他们开玩笑 随口应了一声 原来是这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 《响入飞飞》 作者 花清晨 播讲 雅瑜 清风 更多精彩有声小说 尽在喜马拉雅 感谢您的收听 《响入飞飞飞飞飞的论》 由prechen〔ulares〔 nickname gun店ünstия